就是千万劫也说不完 地藏 地藏 记住今日我在刀立天中 与百千万亿无量诸佛 菩萨 天龙八部都聚集的大会中 再将这尚未出离三界火宅中的人天 一切众生付诸于你 不要令他们堕入恶道 受一日或一夜的苦难 何况更令他们堕入五无间及阿比地狱 去受那种经千万亿劫 没有出奇的大苦难 地藏 南岩福提世界的众生心性不定 习性作恶的较多 纵使能发出善心 也都很快就退心了 若于恶缘就恶念增长 因此我分出百千亿生 随众生的根性来杜托他们 地藏 我今日恳切地将人间天上的众生 主托于你 若未来世 有人在佛法中中了很小的善根 即使是像毛法尘杀那么的小 你也要用神力来拥护他 使他慢慢的修学无上正道而不要退转 地藏 未来世中若有天道人道的众生随夜报应 应落在恶道 在堕落之间或到了地狱门口 这些众生若能念得一佛 以菩萨的名号或大圣经典中的一句一记 你应以神力方便地救拔他们 到他们的居处献出你无边的身形 来为他们化碎种种地狱 使他们都能升到天上享受妙乐 这时世尊又以祭颂说 现在未来天人众 无今殷勤父侏辱 以大神通方便度 故令堕在诸恶去 这时地藏菩萨在佛前跪地合掌说 世尊 请您不要挂语 未来世中若有人在佛法中能一念恭敬 我亦以种种方法来度脱此人于生死中 使他迅速解脱 何况是听见善事而能念念修横的 他自然能在无上道业上 永不退转 这时会中有一位菩萨 名叫西空藏 他对佛说 世尊 我来到刀立天这法会上 听到如来赞叹地藏菩萨的微神力不可思议 未来世中若有人乃至一切天龙听到这部经和地藏菩萨的名字 或瞻里地藏菩萨的形象可以得到几种福德利益呢 愿请世尊为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简略地说一说 佛告诉西空藏菩萨说 你仔细听 我来为你分别说明 若未来世中 有人见到地藏菩萨形象 或听到这部经 甚至读诵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并且用香花 饮食 衣服 珍宝等来布施供养 赞叹叹 赞叹离 则能得到二十八种利益 一是天龙护念 二是善果日增 三是集圣上因 四是菩提不退 五是衣食丰足 六是集意不临 七是离水火灾 八是无盗贼恶 九是人见亲静 十是神鬼助持 十一 女转男身 十二 为王臣女 十三 端正向好 十四 多生天上 十五 获为帝王 十六 素质命通 十七 有求皆从 十八 眷属欢乐 十九 诸恨消灭 二十 夜道永除 二一 去处尽通 二二 夜梦安乐 二三 先王离苦 二四 素福受生 二五 诸圣赞叹 二六 聪明立根 二七 饶慈敏心 二八 必尽成佛 虚空葬菩萨 若现在和未来的天龙鬼神 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 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 或听到地藏菩萨的本愿修横事迹 而能赞叹瞻礼 则可以得到七种利益 一者 素超圣地 二者 恶业消灭 三者 诸佛护灵 四者 菩提不退 五者 增长本力 六者 宿命皆通 七者 必尽成佛 这时 十方世界一切不可说的 无量诸佛如来和大菩萨 天龙八部等重 听了释迦牟尼佛 称阳赞叹地藏菩萨的大微神力 令他们都赞叹地说 从来未曾听过 像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微神愿力 真是不可思议 这时 刀立天 就像下雨般的 飘下香滑天衣和珍宝阴落 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和地藏菩萨 在供养完毕之后 一切法会上的大众 都在瞻仰礼拜世尊 而后都很恭敬地和着退下 地藏菩萨的第一次 地藏菩萨的第一次 都在乎伴多 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他是一国的王子,生活得非常附设 但生性淡薄的他却毫无一点高贵的感觉 只是一味地保持着静默和试读着书籍 他的相貌生来不大美秀 不过他仁慈的心却比任何人醇厚 这可在他从小的时候就懂得同情犯罪坐牢的人一点见到 唐高宗永辉年间 一天他读毙诸子百家的书籍 慨然心叹地说 唯独佛学的第一异地最是殊胜 也最合我的心怀 于是就立志志法出家了 那时他正是二十四岁的年龄 出家之后 他爱静,爱休息禅定 因而他绝技要外出探秘清幽的深山去欺修 没有多久 他准备好远途旅行的一艘帆船 携带些随身的行李和充足的口粮 并牵着随他出家的白犬善厅 单独驾着周籍离开仁川港口 捡着大陆的边缘 随着满帆的顺风 向那滚滚的大海前进 一日,帆船开进我国的长江 因受港口沙滩的阻止 他毅然弃船而就陆路进行 经过了不知多少的曲径和大道 终究被他在安徽清阳县境里 找到秀奇的九子山 于是他就攀着峭壁 沿着山径爬上山探看 结果他发现了九子山中 唯一平洋的盆地 他就选择在盆地旁边 清脆犀牲上的石岩七柱 暗一柱七十五年 一天,他正端坐入禅的当儿 突然被一只毒蛇咬伤了腿部 但他依然无动于衷地 为坐如故 恶寝由壁中飘下一位美丽妇人 简认再败的溃耀说 是才小而无知 独犯尊严 现在妾愿出心拳 已补过失 言气不见 不一刹挪 盐壁间潺潺地流出了新的泉水 经此之后 他也就免去了外出挤水之劳 这就是九华山有名的东檐龙女群 相传,此时山下有一位敏公长者 暗又称敏格老 格老是尊称他的官 他做大官 大家不方便职称名字 所以叫他敏格老 但其生平事迹也失传了 平常好僧乐师 每次举行供养百僧时 总是欠缺一位 婴儿每次都得亲自上山来请他 不然就无法获得圆满的功德 不久之后 为着渡僧开辟道场 他向敏公长者画九子山的地 敏公说 随您的遵义 他即将袈裟一领直向太空 设下的黑影 竟把所有九子山地进行遮盖 于是敏公也就很欢喜地把九子山舍现了 敏公有一个儿子 因敬养他的得范 就随他出家 法名道明和尚 以后敏公因听法的便利 反拜儿子为师 成为佛门中的千古佳化 现在 在地藏菩萨的圣像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和尚和一个老公 就是他们父子两位 他不只乐于修习精神和一而清朗的禅定 并且于讲经说法外 欢喜摩写大圣的四大部经典 以作广宏布诗 所用的文具 由南陵的玉荡等的弟子供养 智德初年的时候 公元756年 山下的名士诸葛杰 率领了一班村老 共作登山的游乐 行至山中平阳的地区 只见七七芳草的上面 弥漫的白云冉冉上升 日色鲜明之下 西渐的水声铿锵不解 他们被美景好奇所使 竟然于不知觉中往前探忧 不其然 在食言中 发现一位孤然闭目的夫座禅僧 旁边立着折了一族的谷顶 谷顶里只是装着少数的白米搅拌着白土粉 不久禅僧出定了 随把米土煮熟了自食 食完又默默静坐 村老们见了非常感动地说 师父 您这样的苦行是我们邻居山下人的过失啊 因而没有几时 村老们就发心为他构建一座颇大的蝉羽 并不断地供养着四十的米粮 建中初年间 公元七百八十年 郡守张言 为着敬仰他崇高的道德和历生的事业 潜移旧的四遍 上奏德宗皇帝正式建四院 到场至此 方是真于庄严 此时新罗国佛教的僧众 闻风前来亲近的有数百人 渐渐僧多粥少 粮食无法维持 一天他在寺堂开发很多细粘如面的清白土粉 准备来补粮食的不足 但深受他德化的僧众 却异口同声地请求说 愿请法师来滋养慧命 不以务食而延长生命 显然 他们已经不以生命为重了 这是何等的感动人呢 当时佛教界中 皆赞愿他们为南方的枯稿众 真元十年 也就是公元七百九十四年夏天的季节 一日他于大殿中召集僧众诸师告别 诸师茫茫然不知他的所以 当时只见群山载着悲鸣 岩石载着陨坠 日月载着变色 而他却安详的结家夫作的事迹了 那一年正是他九十九岁的时候 按金地藏菩萨 于唐朝真元十年七月三十日夜灭盘 是受九十九岁 我们每年地藏菩萨圣诞 就是七月三十日 其实也就是金侨觉菩萨的成道纪念日 圆集后 肉身安在十寒中 经过三年的时间 徒众们开启十寒 发觉肉身没有丝毫损坏 而且颜貌如生无异 于是举于肉身 迎入神光岭宝塔 一路上只闻骨节窑洞 犹如金锁汉明的声音 经云菩萨勾索百孩明矣 可以证之为真正的地藏菩萨应世无疑 同时礼拜恭敬金地藏菩萨真相 所得的利益皆如地藏经所在无异 更为明确显正 因此千数百年来 佛教的信徒不辞数千里的遥远 而乐于发心前往朝拜者 络绎不绝 尤其是七月三十日 菩萨圣诞之期 九华山圣地数十里的范围内 变满了一步一瞻 三步一拜的老幼男女的佛教弟子 可见菩萨结缘之广 感人之深矣 至于这九华山的来历是这样的 在天宝年间 李太白登此山 因见山峰秀丽 故更改九子山为九华山 因为有九座山峰 像莲花的花瓣 故称九华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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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大願地藏苦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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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